每次会感到温暖 说了一句暖心话 朝天宫懂作暖的是阴不是寒 后续你看我行程就知道了好不好 说后续看行程就知道 不过把时间回推到九二一当天 蔡英文到北港出席轮椅舞蹈大赛活动 还有吃饭 宫庙 参拜 朝天宫懂作都紧紧相随 今天是主办单位的邀请 所以我们来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轮椅舞蹈大赛 总统前脚刚走 随后出现在北港的是宫道婆王津平 会是你后面那一位 我哪 妈说不白 一个是台湾寺庙金兰会的名誉会长 另一个是朝天宫的董事长 九二一当天两人或许应该出现 在台中清水的这个场合 台中清水道算 金兰会九二一在清水子云演的联谊会 有郑兰公董座言清标语前 台中市议长张青棠 联手迎接韩国语来访 不过名誉会长王津平 与朝天宫董座都没有现身 反而是留在北港 金兰会有超过八十个会员寺庙 知名会员有寿天宫 御清宫 以及清水子云演 其中北港朝天宫董座 被视为是名誉会长王津平 在云林最坚固的基层后盾 而且掌握超过六千间分林寺庙 朝天宫以最老祖庙之资 与众多分林寺庙的势力 相较与同一天董座现身挺寒的郑兰公 则是全球三大宗教盛世的地位 我挺小燕这边 我挺小燕来 我没有 蔡英文九月到访北港 韩国语则在三个月后才现身 他有改属韩国语吗 不 这个不是 这谁不是代表支持谁 我还在台北 今天妈祖到台北去了 一个陪同紧紧享水 对比另一个则是快闪离开 朝天宫董座用行动证实2020就是体财 三天新闻云林高雄综合报导